savezened 嗨!大家好!我是古今 这一次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雷神的装备转换 想必大家都已经期待很久了吧 雷神总一个要在 雾州岭改版当中推出啦! 那这次的新职业雷神 算是力量型的近战角色 所以在装备转换的上面 大部分都是转成力量型的一个装备 雷神使用的武器類型為長矛或者是單手劍 但是這兩把單手劍正長矛 雷神的副手則是用盾牌或者是臂甲類的裝備 像是這個防犯蛇的盾牌或者是殺手臂甲 如果你拿的武器是單手類型的武器 就可以用這個盾牌 那如果你的武器類型是專手武器的一個類型 就要用這個臂甲 好那接著我們回到這一次的主題 裝備轉換的部分 那等等要介紹的裝備轉換啊 都是從銀板各大直播組的一個轉子影片中整理出來的喔 所以準確度應該有高達98%以上啊 我需要上車的夥伴們請你上車 我們要開始介紹囉 我們會按照之前的模式來跟大家介紹喔 從高階的裝備開始介紹喔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神襪裝備的部分 它在武器這方面是可以轉成屠龍刀 還有賀尼歐斯的審判喔 那單手鍵的部分就是屠龍刀這一把 長槍的部分就是這一把審判喔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專桌階級的裝備喔 那武器的部分一階的子武 可以轉成艾保羅太英的長劍 那長槍的部分是可以轉成伊弗利特之矛喔 那這兩把武器就是一階的子武喔 一階的子武可以轉成這兩把 好接下來這二階的子武喔 也就是歐西里斯系列的武器喔 它是可以轉成歐西里斯的單手鍵 也就是這一把的長手鍵 另外長槍的部分是可以轉成歐西里斯之矛喔 這一次也是一樣啊 單手鍵是長矛的部分喔 好接下來是三階的子武喔 它們是可以轉成克特之劍 或者是死亡騎士的烈焰之劍 或者是還入敗的匕首喔 還有這個古代城市槍 那基本上單手鍵就是這三把 上面這三把 然後長槍的部分就是古代城市槍喔 好接著是防具的部分喔 在頭盔這一部分啊 我是有看到這個木乃伊的絕景王光 它是可以轉成這個 騎士隊長的絕景面夾喔 另外還有一個是比較特別的喔 就是這個 架器的子威官頭盔 它是可以轉換成架器的真名王頭盔 還有架器的仇物的頭盔 另外還有一個是 轉成架霸的騎士隊長頭盔喔 蠻特別的一個轉換喔 安定制的這個 加7的 指揮官頭盔 竟然可以轉換成 安定6的加8 騎士隊長的頭盔喔 蠻特別的 那在直手的部分啊 我這一次只有看到 加7的激怒手套 它是可以轉成這個 加5的這個真名王頭盔 喔 激怒手套的安定是6 然後真名王頭盔的安定是4喔 所以 加7轉加5 這OK的 好接下來是鞋子的部分喔 鞋子的部分 有這個 守護者殘靴 它可以轉成這個 哲明王的殘靴 另外還有一個轉換是 這個 愛麗絲殘靴 它可以轉換成 守護者殘靴 哲明王殘靴 還有 納西里斯的殘靴 接著是褲子的部分 褲子的部分 有看到這個 格拉迪奥的褲子 它可以轉成 納格霸式的褲子 也就是 遠戰轉近戰的一個轉換 接著是腰帶的部分 古代巨人的戒指 可以轉成 歐吉王腰帶 那這一次是沒有看到 歐吉王轉古代戒指 不過 不排除是可以轉的 另外這一次這三個裝備 像是這個 杜貝里恩的面甲 黑泡皮披風 還有納格巴斯的彈缺 這三個裝備 在這一次是 不能轉換的 他們沒有轉換的一個對象 好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英雄階級的裝備轉換 首先是武器的部分 武器的部分 是可以轉換成 這個 惡魔王的單手鍵 還有惡魔王的毛 那在套裝的部分 是可以轉換成 惡魔套裝 紫西套裝 還有 那在紅甲的部分 則是可以轉換成 古老的皮鬼甲 還有古老的靈甲 轉換成這兩件 那基本上大家 會轉換成這個 古老的皮鬼甲 因為他的回魔比較多 接著是 閃靴的部分 閃靴的部分 有看到大腳靴 可以轉換成 大拉斯閃靴 那應該也有一般的 紅裝可以轉換成 大腳閃靴的一個轉換 因為他也是 算是力量型的一個鞋子 接著是 盾牌的部分 盾牌的部分 加七的眼盾 還有加七的精靈盾牌 是可以轉換成我們的 加零的醜物皮甲 加零的布斯尼爾皮甲 還有這個加零的 俄羅茲皮甲 另外這一次還有看到 加三的這個醜物皮甲 大概是可以轉換成 加三的俄羅茲皮甲 還有加三的這個布斯尼爾皮甲 接下來是腰帶的部分 腰帶的部分有看到 巴朗卡的腰帶 可以轉換成太坦皮帶 然後接下來是戒指的部分 那能力戒指的部分 可以互相轉換的 另外還可以轉成 我們這一次 比較特殊的 俄羅斯戒指 也就是我們的 魔王戒指 另外還有一個轉換 是有在查明的 就是有人講說 聖地戒指 可以轉換成 這個 氣紋戒指 也就是阿努比斯戒指 那這一次海路敗角流 就沒有 降光的轉換 大家不能轉換成其他的裝備 好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稀有階級的裝備 在武器的部分 是可以轉換成 雷羽之劍 還有我們的 愛神三叉集 那雷神 基本上算是一個 力量類型的職業 所以搭的一個防具 大部分都是轉換成 這個 五光系列的裝備 那在復仇的部分 加七的五光之盾 是可以轉換成 古代神社壁甲 還有 古代鬥士壁甲 在這次 人力殘缺的部分 它是可以轉換成 利敏制殘缺 另外還有這個 異界戰鬥殘缺 如果你想要取得 一屆戰鬥殘缺的 一個相關收藏的話 你可以在這一波 轉持當中 轉換一下 然後來丟一下 我們的收藏品 因為這是手套的部分 這次是有看到 這個 十四手套 可以轉換成我們的 力量手套 那基本上 應該也有 力量手套 轉持手套的一個項目 也就是說 這次可以轉換成 這兩種手套 那在手腕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 四個手腕 這也互相轉換 像是這個黃金手腕 風池手腕 還有防禦手腕 白金手腕 這四個手腕 是可以互相轉換的 這次的裝備轉換 建議大家可以 換一把 加九的雷羽出來 因為雷神 用這一把真的很適合 雷羽這一把武器 透過雷神的技能強化之後 那在武器技能 這個雷體 會直接變為範圍技 當然是一個很OP的一個技能 然後這一招 觸發機率還超級高 基本上加九的話 這可以到10% 10%機率超高 使用起來超級爽 所以大家 一定要換一把 這個加九的雷羽來玩一玩 另外還有這一次的 英雄紅戒 惡魔王戒指 也就是我們的 赫羅茲戒指 也建議大家入手一下 加智力 還有加魔風的一個戒指 用處真的是非常多 如果你有裝備轉換的相關問題 你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LINE群 一起討論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介紹 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今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喔 拜拜